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又有一個颱風深沉 距離台灣蠻遠的 東邊大概是3300公里左右 那持續往西北方向前進 也就是說往日本南方海面接近 對台灣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那這個都是屬於一個 在這個季風的低壓帶裡面 是一個發展的第一槍 後面還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有一坨 這個還要再等一下再發展 那未來這邊整個低壓的環境 也都還會持續一陣子 那不過有一個態勢是說 太平洋高壓往北退了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高壓如果增強一點 它大概就往西走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高壓並沒有太強 導引氣流並不是很旺盛 所以它這邊往這邊走 可能就往日本 九州這個地方接近 那後面這個就是我們要關注的 這個現在來看的話 大概還要幾天的時間 才會變成 擾動在後發展成為颱風 那另外一個呢 第七號颱風持續往 越南北部這邊走 也對台灣沒有影響 不過整個水氣還蠻多的 今天午後陣雨還蠻明顯的 那未來呢 各位有沒有看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的天氣呢 大概這幾天 未來這幾天都跟今天很像 西半部午後陣雨還是增多 附近呢都有一些水氣 特別是到了下禮拜 慢慢的這個低壓潮會北台 我剛才講這個颱風 范斯高 其實它大概就會往九州方向前進 當然還有變動空間 對我們沒什麼影響 導致後面呢 這邊又再發展起來 這個時候呢就要看高壓的強度 現在預測來看的話 高壓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大概也是往北走的機會比較高 不過呢各位有沒有看 它的環流不管怎麼走 外環流是有機會 這個比較接近台灣 外環流啦 所以我們還是要保持關注 可能天氣會稍微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下禮拜天氣的變動度呢 會比這個禮拜來的多一點 請大家稍微留意 所以大致上呢 這幾天一直到下禮拜 一二開始這個午後陣雨 有機會會增多 其他呢各地呢在週末這兩天都是 白天很炎熱 傍晚午後的陣雨 今天晚上呢 因為今天西半部下了不少雨 所以都還蠻舒服的 北部沒有下雨 今天晚上就有點悶熱 不過呢有一點風啦 那禮拜六白天呢 各地大致上還是晴朗炎熱 不過雲量稍微增多 都有下午後雷陣雨的機會 所以請大家 午後的時候出門的時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持續高溫炎熱 午後雷陣雨 8號颱風泛氏高深層 不影響台灣的天氣 那後續呢 還有在這個季風低壓 發展很旺盛喔 就是颱風的溫床發展很旺盛 所以請大家呢 還是該有的準備 就多做準備喔 多做準備就可以 減少不必要的這個損失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